大家好,我是嘉义,欢迎来到嘉义舞台 小弟在这里第一次做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弟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这一支手表 来自于意大利的Georgio Peter 什么是收藏,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大家对隐石有什么看法呢? 是不是一个想法也没有呢?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这一支隐石的价值 隐石是来自于外太空的独立天体 对我们人类来说,它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它对收藏家来说,意义非凡,真贵无比 普通人来说就好比一颗石头从外太空跌进地球 但是如果是收藏家的话,就好比黄金跌进地球一样 而隐石能带给人类的是一种神秘感 而且不能被制造,每一个形态都完全不一样 早在1993年,在舒富比的拍卖会上 以44.25美元成功标价0.33克的月球名值 近年来,隐石的价格节节盘彻 谈比黄金与赚值 甚至隐石的价值已经超过黄金的1000倍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突破 收藏是什么? 收藏是一种你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精烂的工艺 以及分以琐事都不可能 而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支手标是一个隐石系列 隐石是位于一个瑞典的纳普腾找到 有标准的方位 以及它最弱的时间是在12万年到80万年之间 可想而知,以诗人能够活多久呢? 这一支手标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与运动款,而且是真的收藏价值非常高 这一支手标的材质是315甘质 自家消毒品,而且限量版100只而已哦 今天有没有让你长知识呢? 如果有的话,记得按赞,按分享以及订阅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大大力的帮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隐石的价值